台灣的政壇什麼時候 好像有一種狗仔文化啦 從許巧欣帶起的嗎 沒有 以前狗仔文化基本上是媒體的文化 對 但現在好像這種文化 衍生到一個政治上面來 政治上面來 這我就蠻訝異的一件事 就是這一個月 副院長官邸 被長期一個定點拍了一個月 其實我覺得這是國安危機 其實我第一次想法就是 那周邊的安全維護咧 對 周邊的安全維護 到底怎麼回事 周邊安全維護 沒有可疑的人 可疑的車輛都不用去盤查嗎 這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目前為止 我看到這幾張相片 其實去周恩山辦官邸 好像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 對啊 審判會 梁文傑 徐立民 這都新潮流 胡振中跟新潮流也蠻好的 所以看來看去 好像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 就它根本就沒什麼料 不是 因為你說 用一個紙袋 他就要做文章 我覺得一件事就 如果你要拍的話 你看我拍 進出立馬院官邸 院長官邸 或是誰的官邸 吃飯出來 提個袋子 很合理啊 你袋子裡面裝什麼 他都是酒吧 就是人家送的東西啊 有可能是茶 像高官送過他咖啡 完了 踢爆內幕 真的 但我不確定是不是錢啊 茶啦 你逼出來 有些時候是那種餅啊 什麼話 什麼 今天你說提個袋子出來 對啊 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當然你看這一些人 我看了半天 其實你想要影射的 我看了半天這些人 應該都不會 應該都不會 應該都不是 可是他就在PTT上 然後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看圖說故事 然後選在這個時間點 丟出來 他就是想要引起一種 就是營造 他要營造一種 大家認知的氛圍 你看鄭文善之前 羈押 然後現在這些相片出來 等等的一些問題 我只是很好奇 就是說 203 2月份 為什麼一直去拍 選擇這個時間點去拍 這個時間點去拍 你說總統大選 選完了 選完了 對 然後如果說你看到了 這一些大部分都是政壇上面 當過秘書長這些人 大體上也都知道賴清德 對鄭文燦的想像 不是 這種想像 不是說鄭文燦未來 從副院長要高升在哪裡 我們趕快去巴解那種想像 並不是 其實新潮流內部也很清楚 賴清德跟鄭文燦之間的問題 而且這個時間點 其實大部分 那個時候風向已經在說 鄭文燦看起來 目前還沒有什麼新的職位 對啊 所以我就不懂啊 這時候我就認為 這時候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出來這麼多相片 其實我覺得你有沒有更爭議的人物 這些人進院長官邸 我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太大的爭議 有什麼太大的爭議 你找到什麼 我跟大家預告一下 其實這篇還沒出來之前 我就已經看到有一則他就是預告是死者 死者 他說如果死者出現在鄭文燦官邸門口 會不會也是一個大爆料 死者 那結果出來了 死者是誰 文化部長 對不起 他也是文化部部長 所以那一篇很奇怪 我覺得我有先看到這一則 後來才出現了這一則 那你會發現這裡面的 然後你會發現這裡面的照片 還沒有出現死者 對啊 如果出現我一定知道死者是誰 死者以前成群的人馬 也是清新潮流 文化部部長 但亮君 就是說齁 如果我們回過頭來 我們用一個安全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 部院長的官邸 它是在中正區 在那個什麼太 我們可以這樣子把它講出來嗎 就是說這附近的違案 到底你覺得出了什麼問題 第一個這個是要檢討 第二個是有沒有覺得現在 這種政壇的狗仔文化 好像跟之前那個徐曉星在丟一些 王毅川的照片出來 是手法還滿像的 我覺得第一個是確實 第一時間看到 因為這個長期跟 等於是在官邸外面一個月的時間 對一個月也 那除非他換不同人換不同車 然後假裝路人一樣一直在外面 否則如果是同一批人同一組人 甚至同一個人的話 那其實國安應該要有一點危機意思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有一點讓人家擔心的 那再來就是說 當時鄭文燦是實證行政院副院長 所以 當時你看這些 立委 然後陸委會 然後體育署 然後這個政務委員 去副院長的官邸 討論事情又怎麼樣 對 我就覺得很奇怪嘛 然後在那邊寫什麼 紙帶進紙帶出 我就這樣紙帶 大家不要看到紙帶就開槍好不好 紙帶很容易出現 如果他們是進去裡面用餐 我這個吃到中間這一道 我已經吃不下了 後面的甜點水果我都要打包 打包 那也會有紙帶好不好 冠地打包 對耶 也會有紙帶 因為可能副院長不方便去外面吃 假設如果他叫你進來 我在冠地中來沒有打包 對啊我是說如果有人要打包 那他就是 搞不好裡面是他跟大紙 搞不好 然後裡面就是水果嘛 一塊巴勒一顆番茄加 一片鳳梨 然後你也要說到裡面 你說剛剛拜拜我 拿一些鳳梨回家 搞的一部很像裡面有什麼 會覺得這種寒沙攝影的爆料 寒沙攝影的看圖說說看 都不用 大可不必 而且徐曉欣 徐曉欣之前 我覺得就是徐曉欣帶起這股歪風 那帶起這股歪風之後 後來大家又去講 大家就拿他跟這些他的大姑 他的家人拍照的這些畫面 然後他又說 你們不要看圖書庫是 不要連連看奇怪 怎麼變到你自己的時候就爽標 這個是不是比徐曉欣那個還早 所以你是說他丟王毅川的時間點出來 因為王毅川那時候是去出庭 沒錯 這個還更早 整個是不是背後其實有一個系統 就是說有系統性的 去針對這些人去做跟蹤也好 然後做偷拍也好 我覺得這會讓很多的從政的工作者 其實都會覺得人心慌慌 而且真的沒有必要 沒什麼 如果真的有 請你拿出證據來 你就這樣子拿出來那又怎麼樣 副院長 體育署長去副院長官邸又怎麼樣 行政院政務顧問去副院長官邸又怎麼樣 立委去副院長官邸又怎麼樣 對不對 副院長去體育署長家才奇怪吧 反正總而言之 因為都是行政體系 然後或者是執政團隊 然後跟立法院的立委 同黨立委去做溝通 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子 那我就要講啊 你們現在講說 我猜他們就一定要連結 就說鄭文燦現在受到羈押 然後這些人都曾經去過鄭文燦的官邸 所以恐怕會怎麼樣 那我就要講啊奇怪 那誰有沒有去過楊文科的辦公室 有沒有跟楊文科見過面 有沒有跟嚴寬恨 你們整天國民黨那些在立法院裡面 跟嚴寬恨黏在一起的人 你們有沒有拿過紙袋 你徐曉晴有沒有跟大夫出過年夜飯 只有你有跟嚴寬恨照過照 手上還踢一個紙袋 阿系啊 你就有問題 完了 這廟很多耶 這真的很無聊的事情啊 我真的覺得這是夠了啦 這個行為大家可以停止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琦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